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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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背图中有很多预言都被历史验证 非常准确 因此也饱受后人争议 认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是后世的很多专家发现推背图中的很多挂词是来源于《易经》的基础上 是根据《易经》推断出来的 因为推背图预测的实在太准了 后面的很多像在流传过程中可能被历代统治者打乱了次序 以防百姓揣测天机 其中尤其以宋太祖赵匡印最为出名 宋太祖赵匡印担心此书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于是便派人打乱次序 广泛散发于市场之上 让人摸不清真假 巩固自己的统治 当年元天刚和李 淳峰两人写这部预言的时候也是傲然而作 两人有一天闲来无事便想算卦推演后世大法时间 结果元天刚和李淳峰越推演越弱迷 竟然推演到了一千多年后 后来二人怕再继续推演下去会泄露天机 于是便停止了推演 只留下一句迷糊结局圆满的挂死 但实际上最后一挂真的像他二人所推演的那样世界变成了大同社会吗? 还是他们推演出了另外一种让人恐惧的结局 二人不敢传世 故意以团圆结局来敷衍 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一千多年来 人们对于推背图猜测纷纷 既感到神奇又感到不可思议 当年的元天刚和李淳峰真的如此神奇吗? 还是他们发现了揭秘世界历史发展的密码 我们今天也不得而知 但是从积极的意义来说 推背图是一部探索国家命运和人类命运的政治预言书 他在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进程方面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推背图新唐书返回搜狐 ¿... 好看更多责任编辑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